开弹舱,关于四代机的弹舱也引发了军迷新一轮热议,世界现有的五款四代机,F-22,F-35,歼20,苏-57,歼31,谁的弹舱更完美,更优秀,三款重型隐身战机的主弹舱都差不多,歼20更深更长一些,但宽度和F-22差不多,但都比苏-57四个短窄的弹舱更方便携带更长更大的导弹, 下面主要说说侧弹舱,从观察来看,目前有侧弹舱的四代机只有美国的F-22和中国的歼20,俄罗斯的苏-50,美国的F-35,中国的歼31都没有设置侧弹舱,F-35及歼31由于是中型四代机,本身体型还是较小,在侧面已没有足够的空间设置侧弹舱, 但苏-57这个重型隐身战机也没有测弹舱就让人有些不解了,舱,实在是没了位置,俄式战机进气道是一个大问题,中美歼20,歼31和F-22发动机进气道和机腹融合为一个平整的平面,不但利于布置弹舱,且利于隐身和气动, 而苏-57的进气道仍然和苏-27系列无一样,并为和机腹整合成一体,发动机段暴露云外,突出于机体,其主弹舱比歼20和F-22更窄,被迫采用两钻式结构,勉强能带四枚较短的导弹,即造成了雷达反射面积明显更大,不利于隐身,而且对整体生力面产生不利影响,为何要这样设计? 无外乎就是和侧位系列保持一致的话,能大幅减少了设计难度,缩短研制时间,降低成本等综合考虑,所以苏-57被人说成是拍扁的苏-27也并非胡说八道,其隐身能力在三款重型隐身战机中是最弱的,本身这种设计就不利于布置侧弹舱,加上苏-57的起落加紧贴进气道前缘,导致侧弹舱更没了位置, 而网络上关于苏-57究竟有没有测弹舱的话题早就有了,甚至是主弹舱能不能打开也争论得很激烈,最后有了苏-57在叙利亚发射隐身导弹的图片后,才告一段落,观察苏-57的基辅,可发现它的两个起落架外侧有两个大骨包,关于这个骨包的用途一直众说纷纭,莫衷一世,有人认为这就是苏-57的测弹舱, 图看,这个棱角分明的长条形骨包,上面并没有任何开口,整个造型很奇特,前宽后窄,中间是棱线,两面也不平直,装弹都困难,如果格斗弹采用半埋于机身,那也需要如F-22一样,将导弹的导引头伸出机身外才能发射, 然而这个位置明显机身厚度不够,且这个骨包和进气道之间还有一个骨包,也没有了位置安放导弹,所以苏-57的这个骨包,并非侧弹舱,更像室内部有什么设备突出的太多,所以才设置了骨包蓝如纳,或是雷达或其他传感器之类,总之并非侧弹舱。 舱,采用上下双开的方式,长度很大,能挂载中锯弹或进锯弹,然而该弹舱在发射导弹时,必须舱门全开,将导弹的导引头伸出弹舱,远不如歼20设计的巧妙。 歼20侧弹舱是单开,导弹伸出机身后,舱门可关闭,对飞机气动影响比起F-22小得多,且更利于隐身,发射时间也快,歼20可早早将导弹伸出,F-22还需打开弹舱然后伸出,要晚好几秒,这无疑再次凸显了中国军工的无上智慧。 J-20的侧弹舱设计的巧妙,不但节省资源,且维护又方便,在超音速下发射导弹,导弹也不受舱门的气流干扰,且还不需要像F-22一样怕高温尾焰烧食机体,还要专门加装一个类似航母上的档叶板,造成结构复杂,重量增加,一个妙招,好处多多。 据日本NHK新闻网11月12日报道,美军一架FA-18战机在冲绳线西南部附近海域坠机,冲绳线东临太平洋,又西滨东海,美军这起事故也算是发生在东海附近海域。 FA-18战机是美国海军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,也是世界上综合战力最强的重型舰载机,其空重大约在10吨重左右,而在挂载各种作战武器和装备后,最大重量也超过了20吨。 FA-18战机在1987年开始执行作战后,就一直表现优异,而美军对于这款舰载机也比较重视,即便是在研发了可用于垂直起降的第五代战斗机F-35B后,美军仍然将FA-18战机进行改进。 至今已有FA-18C、FA-18E和FA-18F三种型号,生产了大约1500架,目前FA-18仍然是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舰载机,而这次出世的FA-18战机是美军,部署在日本山口县沿国基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龙纳雷根号、里根号航母长期部署在亚太地区,美军也时常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演习。 据悉,这次FA-18战机战斗机出世时正在进行训练,在坠入海中后,机上的两人被成功地救起。 据悉,美军里根号航母最近刚与日本举行了一场联合军演追舰-2019,这次军演日本出动4-7万名自卫队队员,美军参演规模也超过1万人,双方人数加起来大约有将近6万之多, 而且此次美日参演的战舰数量也有数十艘之多,其中就包括了里根号和动力航母。 此次美军未进行军演几乎是出动了美军第七舰队的主力。 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在日本附近海域,美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。 显然在双方看来,这种联合演习对于双方都有益。 据此美国海军官员还表示,联合军演能加强双方应对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能力。 只不过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演习的次数过于频繁,也导致了一些意外情况频发。 像这次舰载机出事的事情也不止一次,就在上个月,龙纳雷根号航空母舰在菲律宾海域巡航时,一架MH-60海鹰直升机在里根号航母的甲板上面坠毁,当时还造成了多人受伤。 2018年11月11日,当中国人在各道电子购物平台上疯狂购物的时候,珠海航展也从6号到现在悄无声息地结束。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,晚了四天,2018年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成立69周年的重要时刻。 在这一天空军,不惜一切放出了本届航展最后的彩蛋。 根据观众在航展现场拍摄的一张大的高清地图,肩负20在四飞机编队飞行模式下首次,给中国空军送上了69岁的生日礼物。 此外,在观众欣喜若狂的时候,还展示了同一场地在低空下的低速表现。 其中两架肩负20还顺势打开了弹舱,一举发射了四枚霹雳-15和两枚霹雳-10空战飞弹。 更让网民兴奋的是,在这份包含四枚超时距空对空飞弹的弹舱里,两枚飞弹之间也有一个掉架接口,这意味住在四,二结构的后面,如果有必要的话,还能换成六,二的模式。 有资深军迷说,就算是挂四枚霹雳-15,也够了。 甚至有人偷偷地说,看完肩负20的表演之后,再去看美国F-22的机动示范,就没有原来那种令人惊异和羡慕的感觉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1年,中国第一架J-20D-5代验证机在成都机场首次飞行时,原定于7日第一次飞行,但由于天气原因,推迟到1月11日,但飞行员认为,据是飞员李刚说,更愿意理解为迟来四天的惊喜。 回忆说,在下午1点11分刚,好凑成8个1,这对军,人而言意义非凡,坐在座舱里恍如,隔世一般,只觉得信息在眼前,指控在纸边。 中国的J-20已经从J-8走过了一段痛苦的旅程,但是尽管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百到完全有能力与美国的F-22竞争,但一些人仍然说经负20问题重重, 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11月8日报道,一位消息人士透露,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量身定做的J-20发动机没有按计划出现在航展上,也就是说新的发动机没有通过军方的测试。 此外,据军方人士透露,在航空展上,J-20仍然使用俄罗斯供应的AL-31发动机来实现其机动性,如果沃善-15量产的话,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。 到那时,中国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寻求帮助,继续购买AL-31发动机,以缓解其尴尬。 为了吸引国外网友的注意,媒体还说,中国研制的波上-10B型太航发动机不符合J-20的全部性能特点,实际上是第四代飞机和第三代战斗机的一种方向发展, 从而消除了进口发动机的依赖性,不过任凭港没如何忽悠,外国表示这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据国外网友表示,根据中国J-10B型15矢量发动机操纵飞行性能的视频,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矢量喷管技术,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取得突破,这实在是太强大了。 J-10眼镜蛇的动作实在太震撼了,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镜头能做出如此完美的动作。 据中国的资深军迷说,国内军迷甚至不相信这种不符合标准的忽悠,可以肯定的是,局作一退休,战估局就废了。 如今的外国人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好忽悠,关键时刻还是要局作。